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学习吉他有什么速成啊 就算你是音乐天才 手指的条件特别的优秀 那么你只能说是在吉他某一个领域上手特别快 那么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啊 真正的决定学琴效率的是我们的练习方法啊 比方说我身边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按着吉他的六线谱去练琴的啊 大家看一下 先谈什么三弦的空弦音 再谈一弦的一品 再谈二弦的三品 再谈一弦的空弦音啊 这种练习方法是极度不可取的啊 就算你练的非常的刻苦 也只能说你练的这个曲子弹的比较六而已 无兴趣问用这种方法练习的人 知道不知道自己弹的到底是什么音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强励大家改变自己的练习方法 不要只按照那个六线谱去当一个行尸走肉 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练习才能真正的提高你的练琴效率 来给大家试试翻译一首曲子啊 没错 练习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啊 就是尽量少看琴镜啊 把自己当成一个瞎子 让手指去感受琴弦与品格的这个距离 第二点就是要边弹边唱旋律里面的这个简朴啊 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弹的是什么音 唱的是什么音 很多人都问过我啊 学习咪行音阶到底有什么用呢 刚才我弹的这个其实就是利用的咪指行音阶 那么咱们把镜头拉近 我来说一下这个曲子如何去练习 如何去演奏啊 咱们从今天就把学习方法给它校正一下 OK 咱们来看一下六线谱啊 首先呢 左手按一个非和弦 然后呢 看谱子上播响第一个音 也就是三弦上的这个小叉子啊 此时非和弦三弦就是空间音 这个音呢就是so 然后呢 再播响二弦一弦这个音 再落上二弦三弦上的小拇指 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还有无名指 同时播响五弦还有一弦啊 注意指法不要错了啊 这个音呢是me 谈完这个双音之后啊 大拇指顺势播响一下死弦啊 这个呢是和弦的构成音 用于填充旋里面的空白的啊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弹弦的里面的me re do re啊 首先呢弹一弦的空弦音这个音是me 然后呢小指落到二弦三品上 这个音呢是re 小指再弹起来 这个音呢就是do 小指再落回去 re me re do re 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 弹一弦就用无名指 弹二弦呢就用中指 弹三弦呢就用十指啊 六弦五弦还有四弦都用大拇指 这个右手的执法分工啊 跟弹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是一样的 千万要记住了 无论在什么时候弹 执法都不要乱 再看下一步啊 咱们需要改良和弦了啊 按一个G和弦啊 把一弦三品上的手指呢 给它挪到二弦三品上 然后呢同时拨响六弦还有二弦 这个音呢也是re啊 主要体现在小指上这个re 然后大拇指顺势拨响四弦 十指拨响三弦 再用中指拨响二弦啊 这个音还是re 再用无名指拨响一弦 这个音是me OK咱们前两小节链在一起啊 然后下一个和弦呢是am和弦 看简谱啊 我们需要弹的第一个音呢 还是re re在哪呢 弹后几回了啊 用小指按住二弦的三品 然后呢 右手的大拇指同时拨响am和弦的根音啊 拨一个双音 re 然后呢小指抬起来 这音就是do 也就是这个am和弦十指按的这个音啊 它就是do re do 再然后呢把十指抬起来 这音呢就是 c a c do c 换f和弦 la 这个la呢就是f和弦中指按的这个点位啊 也就是三弦的二品 咱们的同时再拨响f和弦的根音 la 大拇指再顺势拨响五弦 la 继续往后走啊 大拇指再顺势拨响一下四弦啊 这个也是弦令里面的填充音 重点音呢是后面的这个do re 我们用右手的中指啊 拨响二弦 这个音就是do啊 横按手指压在了二弦一品这个音啊 这个音就是do 接下来谈咱们这节课最熟悉的音啊 re啊 用小指按住二弦的三品啊 do re do re 如果你按f和弦弹不了这两个音的话 也可以灵活变通一下啊 do re do re 换下一小节 mi 我手按c和弦 右手的大拇指同时弹响五弦还有一弦啊 一弦这个音呢就是mi 五弦呢就是根音啊 mi 大拇指再顺势不响一下四弦 然后我们需要再一次弹 mi re do re re 这个呢开头咱们就弹过了啊 再之后呢是re do si do 然后弹c和弦 do 相信学完这一刻呢 大家一定对re在吉他前三品这个位置啊 特别敏感了啊 哪怕你只学会这一个知识点 那么你也是成功的 弹吉他 最怕的就是每天只会按着六线谱去弹 弹一年 弹五年 弹十年 都记不住一个音啊 那个才是最失败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里面呢就分享到这里啊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以便反复学习 我是玩乐吉他专注于灵基础吉他自学 今天的分享 关注我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让我用科学且证据的方法带你们一起学吉他 咱们明天见